俄国作为能源大国,每年都会出口大量的天然气,而我国又急需能源供应,会额外进口其他国家的天然气资源,中俄两国经过一致商议后决定共同合作天然气运输管道,满足彼此的需求,但是在建设管道的过程中却产生了分歧,俄国坚持建设天然气管道时,途经蒙古国,而中国却坚决不同意,甚至拒绝投资,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欢迎加入单看世界,带你领略全球风云,探寻历史智慧,感谢大家订阅,中俄合作天然气管道,如今世界的局势变化多端,但是中俄两国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不仅是两国的领导人,甚至是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两国之间不仅进行着文化交流,处于对彼此的信任以及互帮互助,相互扶持的原则,相互之间还签订了很多合作。 关于两国之间建立合作关系,还要从很久之前开始说起,俄罗斯人口悉数,但是能源非常的丰厚,因此出口能源也成为了俄罗斯获取利润的主要渠道之一,全世界很多地方都需要用到俄罗斯出口的天然气以及其他能源。 就连与俄罗斯一直保持着敌对关系的一些西方国家以及美国都非常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的进口,这也让俄罗斯对这些国家形成了很大的制约,但随着最近国际上一些冲突利用着这一关系,西方国家和美国一致联合对俄罗斯采取行动。 其中就包括对俄罗斯对外出口天然气这一项,在俄罗斯出口天然气的相关贸易途中进行阻碍,这也让俄罗斯感到非常的头疼,天然气无法顺利对外出口,就无法获得相关的利润来维持国家整体的运营。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中国出现了,作为一个同样对天然气有着巨大需求的大国。 我国每年进口天然气的总量也在日益上升,无论是出于我国内部天然气的供应,还是出于对俄罗斯的帮助,都确定大量进口俄罗斯天然气。 就这样,两国之间开始了关于天然气贸易的往来合作,俄罗斯既不用面对天然气出口,受到其他国家阻碍的压力,而我国也可以随时满足天然气的巨大需求,这对于两个国家来说是互利互惠的合作。 而俄罗斯的远东地区的天然气储量最是丰富。 源源不断的天然气从这里运输到千里之外的中国,俄罗斯依靠着这个赚取到了大量的外汇,满足了本国内部建设的资金需求。 而中国也不需要随时是面对天然气以及其他能源短缺的威胁,两个国家更可以有余力联手对东欧一些国家和美国进行压制。 尤其是我国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大国之一,为了展现出大国风范,起到带头表率的作用。 要在环境保护方面,尤其是碳排放量上,担起一个大国应有的担当和责任,领导着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共同对碳排放量进行控制。 而天然气这一能源横空出世,更是成为了主流的能源,尤其是在决定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后,中国对俄罗斯天然气的需求量源源不断的增加,所运输的天然气也在不断增多。 因此,在天然气运输方面就产生了很大的问题,为了让天然气可以更快地运输,两国决定共同合作进行天然气管道建设,在两个国家共同进行商讨后,决定共同建设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 这个项目是专门为我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天然气出口所进行的。 旨在为了更快更好地进行天然气运输,进一步地加强两国之间天然气能源运输的合作,基于两国之间的关系,在商讨这个合作项目的时候也是很快就决定下来了。 但是在具体实施这个方案的时候,关于管道建设途径地点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对于俄罗斯所提出的新的方案,我国表示了明确拒绝,甚至提出坚持使用这个方案,中方就会马上投资的决定。 那么俄罗斯所提出的方案到底是什么呢?让我国以如此强烈的态度表示拒绝。 俄坚持途经蒙古国遭拒绝,虽然俄罗斯与我国很大一部分土地都存在接壤, 这对于两国之间的天然气运输非常的方便。 俄罗斯天然气储备主要集中在远东地区,与中俄两国边界相对较远,为了确保远东地区的天然气能够高效地输送到我国需求地区, 俄罗斯在咱们国家同意参与西伯利亚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之后,又提出了一个愿望, 即希望这条天然气管道能够途经蒙古国,最终抵达我国,这个提议对咱们国家来说有些突然。 那么,俄罗斯为何希望西伯利亚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能够经过蒙古国呢? 这并非俄罗斯的无端提议,他们也有自己的考量和理由,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尽管西伯利亚平原地区的天然气储量丰富,但天然气的开采过程并不容易,需要克服许多困难, 并且开采成本相当高,从天然气的开采到运输,再到从西伯利亚平原地区延伸至我国境内的天然气运输管道建设, 每一步都耗费了巨大的资源和资金,这些因素综合起来, 使得俄罗斯在规划天然气管道时需要考虑成本效益和运输效率。 经过蒙古国可能是一条更加经济合理的路线,尽管这也会带来一些政治和安全方面的挑战, 我国在评估这一提议时,也会从国家利益和能源安全的大局出发, 权衡各种因素,做出最符合国家利益和长远发展的决策。 而天然气管道建设从西伯利亚地区一直到我国, 沿途无论是管道的建设还是其他方面,都会对周围的环境造成不小的影响和破坏。 这并不是俄罗斯所愿意见到的,为了可以将西伯利亚二号天然气运输管道建设所带来的影响最小化。 俄罗斯准备将这一部分的压力转移到蒙古国的身上, 让本来一段应该在俄罗斯境内建设的天然气运输管道改成在蒙古国境内运输。 而反观蒙古国,虽然会对蒙古国内部的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和影响, 但是所带来的好处和利益却是巨大的。 因为这个决定一旦做出,就意味着俄罗斯与此同时也会和蒙古国进行更加密切的往来。 蒙古国作为被中国和俄罗斯所包围的内陆国家,经济和军事并不发达, 常年以放牧业为生。 如此一来,不仅会得到俄罗斯这个国家对它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援助, 也会因此而提升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和话语权。 如果此举可以获得成功的话,那么从地理位置上来看, 与俄罗斯接壤的中国以及蒙古国都与俄罗斯实现了更加友好的交流。 这在无形中不仅确保了俄罗斯周边领土的安全, 同时也增强了俄罗斯为代表的各个国家的总体实力,可以说是一箭双雕。 还有一点重要的原因就是,蒙古国的天然气储备量虽然同样非常丰富, 攻击本国人民使用绰绰有余。 但是蒙古国一直以牧业为生, 在对天然气的开发以及建设上的技术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因此,依旧无法满足, 本国对天然气以及其他能源的需求也同样需要一些进口。 而这可以说是正中俄罗斯的下怀, 虽然中国对天然气的需求量非常庞大, 但却依旧无法满足俄罗斯全部的天然气出口量。 因此,俄罗斯为了保证本国天然气可以源源不断地进行稳定长期的贸易, 它需要寻找关系更加密切的合作伙伴。 除了中国以外, 同时被中国和俄罗斯包裹在内的蒙古国, 也是俄罗斯想要发展成合作伙伴的重要选择对象。 出于这些原因, 让俄罗斯做出了想要将这条管道贯穿蒙古国的决定, 但是这个决定做出后马上就遭到了中国的拒绝, 对此我国也有自己的考量。 我国为何不同意? 那么我国到底是因为哪些原因而拒绝这个决定呢? 甚至不惜以停止投资这样的理由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出于蒙古国与俄罗斯以及中国之间的关系, 中国并不想让蒙古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过于密切。 这样就会严重打乱三国之间的关系平衡, 这对于三个国家之间无论是合作还是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 虽然俄罗斯目前与我国处于这友好往来的关系, 而蒙古国与我国的关系也一直比较友好。 但是国际局势是变化多变的, 我们并无法预测出下一秒的变化情况, 因此要时刻保持着警惕, 而且关于天然气管道运输是中俄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一旦在这个时候再增添第三方, 很容易让整个项目变得更加复杂。 中国对俄罗斯天然气的需求确实逐年增长, 这与我国内部能源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发展需求的提升密切相关, 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是促进我国绿色发展, 减少大气污染的重要选择, 也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实现能源多元化和市场化的重要途径。 在天然气进口管道布局上, 我国政府始终坚持全面, 客观, 审慎的评估原则, 关于天然气管道途径蒙古国的议题, 确实需要仔细考虑多方面因素, 蒙古国作为我国的邻国, 双方在能源和其他领域有着广泛的合作基础, 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 维护国家利益和能源安全是政府决策的首要考虑。 首先, 确保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是国家能源战略的核心。 任何可能导致供应不稳定或被第三方控制的风险, 都是我国在决策时必须规避的, 因此, 对于途径蒙古国的天然气管道方案, 我国需要进行细致的风险评估, 确保不会对我国的能源安全构成威胁。 其次, 蒙古国的政治态度和外交政策对区域稳定有重要影响, 蒙古国坚持的第三邻国外交政策, 要求我们在处理双边关系时更加周到和审慎, 既要尊重蒙古国的自主选择权, 也要维护我国的主权和利益。 再者, 经济成本和效益也是重要考量。 增加管道长度和复杂度, 无疑会增加建设成本, 影响经济性, 在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下, 我国需要合理分配资源, 确保每一分投入都能带来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基于上述考虑, 我国在做出决策时, 会权衡各种因素, 既要确保天然气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也要考虑到经济成本和长远发展, 这需要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深入研究和科学决策, 同时也需要与俄罗斯, 蒙古国等各方保持密切沟通和友好协商, 共同推动区域能源合作, 向更加稳定互利的方向发展。 大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处理起来, 需要更加的谨慎和小心,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及友好关系。 在关于中俄合作建设天然气管道这个项目上, 对于最终的决定, 中国也需要仔细同俄罗斯进行商议。 向俄罗斯清楚地表明, 中国自己的顾虑以及看法, 两国需要寻找一个共同的可以折中的方案。 这个方案既不能损害到中俄两方的利益, 也不能对中俄两方的友好关系造成影响和破坏。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 在下方点个赞, 或者订阅频道, 如果有什么建议, 就在下方留言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